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 2017 PAPER II 27條MC 這條也有點深深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 Each is given that A 和 B 兩點 二個不同的點 兩個不同的點 Line on the circle Circle就是 X 二次加Y 二次減6 X 減4Y 減87 等於0 接著再看看 它說P點是be a moving 方式動的動點 In the rectangular to a plane 而Such that 導致發生什麼事? Such that 也就是導致 導致就是AP 等於BP 接著它就叫你找什麼? The equation of locus of P is 就給你了 就是X 加2Y 加 K 等於0 Where K is a constant? 它就問你 翻 K 老老實實 如果你給我做的話 事不宜遲 那我畫一幅圖再說 如果你給我畫圖之前 我自己也會想一想 究竟Center 和 Radius 再看一看 先看看這個圓 我在這裡做 首先我會看到這個圓的Center Center 應該是-D 除二和-E 除二 即是-6 除二和-4 除二 所以我不如叫它G點 我畫給它名字 就叫做32 那 Radius 大約就是把兩個Center 位的二次加起來 即是三二次加2的二次 再減F F就是-87 開放跟 所以按一按機的情況下 你也不難發現這個是10來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現在我就想畫這幅圖出來 那你給我吧 那我就先畫下它 這個是... Y Access 那這邊就會是X Access 好 畫大一點點 好 而事實上 在這裡 它有一點叫G點 就是Center 即是32 那我就先找點叫32 大約目測 3在這裡 2在這裡 好 所以 這個就是G點 就是32 而事實上 如果你讓我繼續做下去 那我就會畫這個Radius 是10 那所以就... 我用一支圓規 好嗎? 就這樣按下去 大致上我就當就是這個Circle 所以我們就... 畫下它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們就畫下它了 對了 那我就當藍色這個圓 就是我們要找的 要畫出來的Circle 就是這個 OK? 所以其實... 我先給它一個... 這個就是... X2次加Y2次減6X 再減4Y 再減87 等於0 就是這個 好了 而事實上 它說什麼呢? 它現在說有一個 No case of P 就是X加2Y加K等於0 那我又想知道它在哪裡 那所以其實我找一支紅色筆 不如按下它 好嗎? 那我就查一查它 那其實現在的... No case of P 就是X加2Y加K等於0 那所以其實我們調一調位 現在看不到東西的嘛 我們要調到它做斜折式 Sloped Intercept Form 即是Y等於MX加C 那所以其實呢 減X調過旁邊 減K調過去 是吧? 那之後將乘2調過去變成2 所以Y等於-1 over 2X 再減K over 2 那你大概就會看到一些東西 現在我會看到 Y等於MX加C MX加C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所謂MX的M就是-2分1 就是斜率 那當然這個就是-K over 2 就是Y Intercept 好了 這個就是Y Intercept 那當然啦 它是Y Intercept 但是因為它是K K你根本不知道是正數應負數 甚至是數值是多少 所以你也估計不到 Y Intercept在哪裡 這條紅色線 我只知道Sloped是-2分1 就是小於0 小於0就是用我Lux所謂的西炒 就是條線是向這邊的 那我就隨便隨便 我當成這樣 我會覺得 不是擺明知道 這個 紅色線是會通過原心 通過中心 為甚麼呢 我為甚麼告訴你 我畫了再說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Locus of P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Locus of P 這個叫做X加2Y 再加K等於0 可以嗎 可以嗎 而事實上 為甚麼我會知道它通過中心 我畫給你看就可以了 可以嗎 它說這條Locus of P 是甚麼 它就說 Let P be the moving point in the rectangle coordinate plane 而such step 導致就是AP 就等於BP 那AP和BP 在哪裏呢 我自己A和B 我自己會覺得 隨便給它兩點 我就會覺得 舉個例子 不如準確一點 對 大概我就當它在這裏呢 我隨便放兩點下去 我就知道了 就回這條線了 其實它因為在說 我拿支圓筆 它現在說 因為這兩點的距離 是和AP和BP的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A點 第一個P點 它是moving point 那你可以選擇在這裏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如果你選擇在這裏 這個就是mid point 所以其實就是 我這樣畫過去 好嗎 那你會發現 這兩點是一樣長的 這點和這點一樣長的 那P點可以在這裏 是不是 我給你一個P點 好嗎 那P點可以在這裏 那P點也可以在哪裏呢 也可以在綠色這裏 甚至在中間裏 為甚麼 因為這個是半徑 你想想 如果我們這樣畫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半徑 這個是半徑 這個也會是半徑 那就是P點也可以在這裏 紅色這一點 所以AP會等於BP 那就是這兩部分都一樣 甚至紅色點可以在這裏 這樣拉過來就是一樣 這裏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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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多點給你看 甚至可以在這裏 所以其實如果我畫這點給你看 我拉過來 我拉過來 這幅圖也很面線 我看過的 是嗎 所以這兩部分的距離 應該都是一樣的 是嗎 而事實上我也提醒你 其實這條紅色線 就是這條AB的角平分線 垂直平分線 就是在這個位置成假 除了這個位置成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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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所以我剛才解釋過 為何它一定會通過圓心 如果紅色線不是通過圓心 移過來這裏的話 這條線長一點 這條線短一點 是嗎 歪了 所以長度不一致 所以我們會從中畫完圖 之後 你會看到 綠色的中心 就在紅色線上 現在我們要找什麼 找個K 當然是把綠色點塞下去 就完成了 我便會告訴別人 我便會告訴別人 做什麼 就是塞綠色點 是的 塞 那個綠色點 綠色點 就是叫做G 是不是 就叫做32 就into 好了 into那裏 不如我叫這條線做 紅色這條線叫做L 好嗎 給它一個名字 好了 塞進去L 如果我塞進去L 便做一次給別人看 是不是 好了 不再用那麼多色色 換句話來說 我們塞進去 這個是x加2y加k等於0 x就是3 所以我塞進去3 再加2yy就是2 再加k等於0 所以換句話來說 2如4 4加3是7 即是7加k等於0 終極答案 留個k在這裡 把7調到旁邊減7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這個 所以正確答案 應該如無意外都呼之欲出 就是b 可以嗎 好了 看看今天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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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2 2 感谢观看